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你们的Roy 今天是你们期待已久的第五期VLOG 拖的时间有点长是吧 然后今天我们来做手工 做什么呢 我们来捏陶衣 请期待一下我可以捏出非常好看的陶衣 Go 我要开始了现在 穿个白衣服来 对啊 怎么想的呢 好了 出来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太多 我们下面来参观一下 我以前接触过的陶衣跟这个不一样 你们知道的那种吗 就是这样的 因为猜到是什么了 就是它有一个 底下有一个机器 然后是那种电动的 那种类似的 然后一打开 然后上面那种 然后就那个手要一直这样放着 然后好像还要加水吧 我记得 就是旁边也有水 然后这样就可以搞出一个什么杯子啊 瓶子啊之类的 这种应该叫什么 这种其实真的应该叫手工 手工一瓶 一点一点 感觉是捏出来的哈 怎么是热的 这是热的 不好意思 我以为我以为刚摸这儿 我以为这儿怎么是发热的 其实 Only cut like a little amor 有水 我玩泥巴感觉小的时候 那我玩泥巴了 这样涂在上面呢 对对对对 涂了个大饼 这个感觉好奇妙哦 你看想切薄了 为什么呢 是不是薄了你看 这个都站不住了 可以 没错 所以要把它抹平对吗 这样可以了 一会儿再弄吧 再把这边弄 做这个可能会失败 因为它烤的时候 它可能会裂开 烤需要多少时间 24小时 我还得明天来学 明天去不了 你得上颜色 等干了之后三次煎干 干了之后上颜色 所以说今天只能就是 只做 哦 它就这样干了 那等成行给你们拍个照片吧 为什么要搓这个洞 搓洞的话你要再用软泥塞进去 它就更加牢固 不搓洞的话它还是更加强 所以每个地方都搓了 对 一周 我想好了再来上面画吧 画个新衣 但是如果我不会画呢 那我就画个 画个我的生肖吧 猪 简单吧 这个简单 这个我肯定会画 但是我的耐心依然没有变 还是那么的不耐烦 对 抱抱 对 我马上就要没有耐心了 马上 体验到了小的时候 在家玩泥巴的乐趣 这个口碗这么大的口碗能有多大 缩小10% 就跟刚刚的差不多吧 嗯比那大 那我这个 我这个就不叫不可以就不用放肚肉了 这个 可以啊 养鱼吧 养鱼太小了 那鱼活动养 没事 他不喜欢活动 就养个小的 就是 就这么大点的 小鱼仔 买两个小鱼仔放里 我真的活是一个特别怕丧的人 我觉得我现在这样也就是 妨碗 这回可以 这就全身使劲了 我的体重 被屁都洗 我好像 我在小时候怎么抬不起来啊 其实我想搞的就是变色龙 变色龙 但是我把蜥蜴和变色龙 搞成一个物种 实在是抱歉啊 在这里和变色龙说一声抱歉啊 和蜥蜴也说一声抱歉 这是老师的作品 这是我的作品 我觉得可以 你不觉得我的蜥蜴 跟其他人的蜥蜴不太一样吗 怎么样 我没有写一个 改后的周围 因为这个才能代表是我做的 然后今天呢 我们的第五期微浪购就 今天我们的第五期 浪购就到这 然后 这个要烤 要几天之后 要四天 因为要四天之后 然后我要等它干了之后 然后上颜色 然后再烤 烤完了之后 然后还要再等24小时是吧 大概也就是要等一周左右 我才能拿到这个成品 然后到时候拿到成品之后 我再拍照片 然后发到微博上 今天我们的vlog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